老摩子最近脾气臭得很 见面就问候人家祖宗 喝酒的兄弟问 你是不是太暴躁了 酒壮 怂人胆 酒鬼们面对喷子丝毫不怕 你就是脾气差得要死 整天拉着个脸 还问候我奶奶 老摩子放下枪 立刻道歉 我是有一点暴躁了 没办法 整天侧候你们喝酒 还一点小费都没收到 时间久了 心态有点崩 几位大爷说 你给咱笑一个 笑得好 我们就给小费 老摩子为了挣钱 豁出老脸 哥几个看到毛骨悚然 住嘴别笑了 要多少钱我们给 老摩子说也怨不得我 发自内心的快乐已经没有了 要想当年 哥在酒保学校意气奋发 以为倒酒就是一辈子的快乐 永远不会变 那时候可真好 朋友们看着老摩子脸上的笑意 说你在谈及学校时 那种发自内心的幸福 挡都挡不住 要不你回学校看看吧 为什么坚持想一想当初 老摩子觉得这个题不错 捞起衣服就要走 但走之前 要先把酒吧托付给靠谱的人 三位不靠谱的朋友 争先口后的报名 想要从他们当中 选拔人才很困难 但老摩子有他独特的评判标准 看谁尿得云 尿性最好的侯莫 成为临时掌柜 说你放心吧 我会好好经营酒吧的 他打开啤酒龙头 冲酒池 很有爆发户的气质 老摩子赶紧制止 这都是我花钱买的酒啊 侯莫说你错了 不是你买酒 而是人们花钱买你的酒 老摩子摇头叹息 对这个临时掌柜的期望几乎没有 只要这几天没给酒吧干倒闭就行 没有老摩子的酒吧 就像古巴比伦失去了汉莫拉比 被禁止的肚脐开拼法 重出江湖 莱宁甚至外带食物过来 在老摩子时代 这是重罪 但侯莫不管 慷慨放行 莱宁下一秒就教会侯莫 外带食物的风险 一切规章制度都来自血淋淋的教训 但对于侯莫这种不爱惜酒吧的人 散落的食物残渣算什么呢 他还邀请大家踩着残渣起舞 站上从不敢上去的吧台 享受挑战竞技的快乐 老摩子开着破车回到母校 直奔老教授的课堂 老教授的提问难倒了在座的学生担子 久经久长的老摩子对答逐流 同学们在课本上看到了知识点 不过是老摩子日复一日的工作 完全没有可比性 教授下课后带老摩子在校园散步 老摩子坦言自己失去了酒保的激情 每天拉着个脸问候客户的注重 教授表示你是个才华横溢的酒保 问题肯定出在环境上 你的酒吧是什么样的 老摩子说我的酒吧就像个垃圾站 教授表示那就是环境让你沮丧 把酒吧改造一下 弄得更漂亮更舒服 你的酒保热情一定能恢复的 教授坦言自己得了癌症快要死了 做人最要紧的就是开心 他一声叹息走进池塘 生死看淡头也不回 给下黄泉了 老摩子下定决心改造酒吧 先解构再重构 红木还以为酒吧被小混混给砸了 他要用暴力捍卫老摩子的财产 老摩子挨了盾板子 疼痛之余还有一丝感动 他说我要把酒吧美化改造 这是我请来的知名设计师 他将让老摩子酒吧脱胎换骨 全新的老摩子酒吧开业了 时尚的外观吸引了很多人排队 老哥几个可不想这么等着 他们应该是酒吧的元老特群阶层 老摩子直接开门放人 说这几位是VIP 酒吧里面一赶往日的会案 明亮科幻后现代 老哥几个表示有点看不懂 不过不重要能喝酒就行 红木问老摩子要杯杜夫啤酒 老摩子说没有 现在只卖更带劲的夺命大巫书 设计师走过来打招呼 顺便调暗灯光 这几个人看起来格格不入 建议围起来黑化处理 几个土包子没事干没酒喝 于是跑去吸氧 不能醉酒只能醉氧 吸了半酒过后 红木憋不住了 最漂亮的客户 但总不至于忘了朋友吧 红木说不用了 我自己来 回家后的红木立刻动手 把车库改造成酒吧 一点也不难 吧台加上小便池 这就是最地道的酒吧 马基表示怀疑 你连自己的工作都干不好 哪有精力搞富业 红木说你低估了我的毅力 当我全心全意 不务正业的时候 总是能创造奇迹 这是红木的小发明 他不务正业的时候 总是能力爆表 智商只追科学家 老毛子的酒吧 虽然客人很多 但他却感到异常寂寞 时尚的年轻人 都在谈论困啊盆啊的 他完全不懂插不上嘴 想找个人聊天都很困难 实在无聊的老毛子 想看看体育频道 又立刻被客户要求换回来 格调必须时刻再现 老毛子是旧时代的产党 这里没有能载他的船 他脱下光鲜的外套 里面才是他的本色 不知不觉走到红木家附近 只听那边工丑交出人生顶费 原来红木的车库酒吧已经营业 马基负责倒酒 孩子们欠你们洗杯子 红木甚至请来了乐队 还骗他们是公益演出 拯救热带雨林 哥几个在这唱跳灌酒 不亦乐乎 老毛子接来后大为震撼 在民宅里开酒吧是违法的 红木表示 这只是个狩猎俱乐部 法律规定狩猎俱乐部里面 可以提供一些酒水 老毛子翻阅法律条款 说合法的狩猎俱乐部 还要定期打猎呢 红木表示 我明天就要去打猎 第二天大早 他带上猎枪去小树林 丽莎一路尾随 不希望他伤害小动物 老毛子也不希望他打猎成功 两人因为目标一致 暂时结成联盟 红木瞄准了肥美的火鸡 老毛子用哨子通风报信 火鸡闻声而逃 拆台联盟兴奋的手无足道 红木还以为这黑影是只野猪 一枪下去 还好枪法不准 只是断了条腿 丽莎说 那不是猪 是老毛子 红木当场吓晕 自己安排的捕作家可真好用 经过生死的瞬间 老毛子顿悟了 把酒吧变回熟悉的样子 瞬间恢复了冷清的日常 新不生一家过来庆祝感恩节 红木也破天荒地掏了小费 老毛子酒吧华丽转变 生意比以前好很多 但是没了朋友 新的生活也不适应 所以他选择倒退回旧的模式 旧的生活不见得有多好 只是他熟悉了那种模式 这就是神奇的舒适圈 关于他的一个反直觉的真相是 舒适圈不一定舒服 没有小费赚不到多少钱 但他就是习惯了这种模式 突然跳出去会很难受 越来越多的人意识到 跳出舒适圈 这个想法不是很好实现 我们或许可以换个说法 叫扩大自己的舒适圈 比如老毛子可以在新酒吧里 给老朋友安排合适的位置 这不光是为了朋友 也是为了让自己更好适应新环境 适应的过程 可能就是扩大舒适圈的过程 舒适圈大了 可能性也就更大 如果喜欢我的节目 记得点击下方订阅 我会努力更新的